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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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间将有大劫啊 师兄 师父被严重无伤 杀死师父的时候 就该想到会有今日的结果 你血口喷人 少在我面前撞上 凭我的实力 这天机关掌门之位本就是我的 因为杀了师父 就能提前稳坐掌门之位了吗 做梦 师兄 天劫将至 你我何必自想残杀 你就不用你操心了 除掉你这个师门叛徒 天劫 我自会解除 那师父 那师父 是被你所害 你想诬陷于我 那师父 是被你所害 你准备死人 你准备死活的 以后去死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醒了 不行不能想想 这是哪这是宝珊村 你是怎么掉进河里的 没事我先带你回村里养伤再做打算 他们这是怎么了 有点不知 最近我们村子里好多人都得了怪病 发布是包装颠颠 不说两天便会死去 就连我爸也 你们村子风水出了问题 你们村子风水出了问题 死了 村长村长是我啊 村长 问我让我感觉 学死不是 摄赝 怎么没有 小心 走 怎么样 这里 爸 爸 爸 伤知哪一家支掌 拦住西北 你怎么了 爸 爸 你醒了爸 活石剑 求求你救救我们吧 我们村子饱受瘟疫之苦 前往活石剑出手相救 求求你救救我们吧 诸问 你们所得的怪病并非瘟疫 而是地煞所臭 地煞 地煞 正是 本村地脉已泻 而水无地脉所润 定然滋生邪气 饮用本村之水 自然就会冲撞地煞 因此 小玉 通知村里人 切记不可再饮用本村之水 我明白了 快去通知全村的人 快走快走 走走走 小玉 最近村子里可是发生过什么怪事 半个月前 村里蔬菜大棚里的蔬菜 全都莫名枯萎了 而隔壁村 又突然来了一群人 还占了当地 都已经荒废的矿山 还拉出了金子 就在这时 村里来了一个游方道士 道士 无量天尊 这受龙脉恐怖 那是龙脉被龙脚祖妃压制住 这第一次攻击到的长 必须让龙脚牵坟封 你有动我龙脚祖妃 龙脚祖妃世世代代代正在这 都没出过事 龙脚位置不正 你来了天节 要不是有着龙脚忽悠着 你们民门 闹就见阎王 你一个破道士 说浅粉就浅粉 你一个破道士 说浅粉就浅粉 啊 啊 啊 大家莫慌大家莫慌 让贫道看看 这些人知道 大道人好 就是 这些红外现实 不到天节 家祖妃必须要望 天节将士 大家都带走 什么 每个人都带走 哪个人 我们是下温火 来吧 来吧 我来吧 二 我 啊 啊 我 啊 啊 那后来 我爸跟我二叔吵 但我二叔最终也没能活下 说不是你出手相救 我 我怕我害你 走 带我去你家祖坟看看 我 难怪困了连续致想的不天 家祖坟被处严想了脉脉之上 如今遭到破坏 若不及时修复 神仙 住手 你们什么人啊 不许靠近 这是我们家祖坟 你们凭什么这么嚣张啊 九屏 你这功夫好生厉害 殷先生 你没事吧 敢问姑娘究竟是何人 想知道我是什么人 先打赢再说 姑娘 姑娘武功高强 在下不是对手 怂祸 殷先生 他们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你就这么把他们给放走了 谁出为了帮他们 喂父亲 困难了冥想事件原因找到了 冯家地脉遭到破坏 小姐你没事吧 我早点人暗算 快扶我走 殷先生 您简直太厉害了 走 再带我去矿场看 小姐 怎么快挖出金子了 神足先生果然不是骗子 冯家祖坟就忘了两铲子 这金矿就有了 冯家祖坟彻底没了 到时候金子可就源源不断了 张飘 你快去请神足先生过来 就说有助力相送 好的 快点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果然有人来过 这世上还有谁知道冯家祖坟的秘密 我知道是谁神足先生 是轩远家来过 轩远家 眼下我买的轩远家 他们怎么也参与进来了 轩远家要是参与进来 恐怕日后的金矿和冯家祖坟的秘密都会曝光 那到时候怎么办呀 村林会把我五马奔尸的 轩远家的教训 这围起来的里面 就是荒废已久的金矿 前几天突然挖出了金子 此地本是贫水地 挖得出金子就怪了 你可知这矿场老板是谁 不清楚 只听说矿上的负责人姓张 至于背后的老板没有人见过 冯家祖坟风水被破坏之事 定然与这个金矿有关 他们知道冯家祖坟有村民罚首 因此不敢轻取妄动 所以就找来江湖术士 来蛊惑村民自掘祖坟 简直就是丧尽天亮 奇怪 这金纱怎么会有术法的东西 果然不出我所谅 背后操控之人 一定懂术法 您知道是谁 走 再带我去冯家祖坟看看 果然如此 看来我的猜测果然没法 您看出问题来了 此地买金牛饮水穴 水深山状 本该负责后人 只是祖坟被人施了术法 导致水汽外泄 这金牛污水可也 只能绿群塌出了 那金牛去哪了 就在我们刚刚去的那个金矿 这破坏冯家祖坟风水之人 定然有这个金矿有关 所以才蛊惑村民 自掘祖坟 术龙短风的风水记忆 当今世上只有我 与申徒师兄二人会议 申徒师兄 请你如此做好 也把我狠心 请你们活了 小鱼 我有办法 帮你家祖坟 恢复风水 不过我们得先去一个地方 去哪 昆仑阁 轩原家 轩原家 去那干什么 我听闻轩原家 有一宝物叫 北明珠 乃是取自北海深处的灵物 若是能将此物 回填入你家祖坟之中 那必然是 风生水起 金牛当归 可是 轩原家的传家宝 怎么可能轻易交出来呢 明日便是 轩原家老太君 八十的寿臣 到时 我们既然要去拜访 轩原家主 轩原原城 便要准备好礼物 表明一下心意 老板 我想买件给人喝寿的礼物 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都在这儿了 自己看吧 老板 这位小姐 您需要点什么 老板你这 又是你这贼子 真是巧了 你能软脚闭 好玩了 贼子 你还敢羞辱于我 等一下 动手之前 你可要想清楚了 到底是不是我的对手 你可知道我是谁 得罪我会是什么下场 不好意思 在下没兴趣知道 这贼子诡计多端 我现在出手定不胜死 寿宴在即 就让他脱活两次 今日我来 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 咱们的账 慢慢缩 轩原小姐说的 更重要的事情 莫不会是老台军的寿臣吧 难道你也想参加 我轩原家的寿宴 有何不可吗 我轩原家宴请的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你算哪根层 我轩原家宴请的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你算哪根层 老板 你这儿有什么好货 这位小姐 外面的这些 一定入不了您的法眼 您稍等片刻 您稍等片刻 您看如何 糟糕 都给我包上吧 神气什么呀 算了 不必理他 老板 麻烦帮我把这话给装一下吧 提本快点验片 包什么包 自己取 没人伺候你 行 来 请 请 老板 轩原姑娘 在下有一言相劝 我管你樱堂发黑 提醒你最近最好多家留心 否则恐怕有大难将尺 闭上你的乌鸦嘴 遇上你 就是我最倒霉的事 好 再下严禁于此 请姑娘好自为之 神经病 这老板这是太气人了 狗眼看人低的家伙 别生气了 他可是咱们的财神爷 财神爷 听我说 这回咱们可是捡到大漏了 真的假的 就这话 我看一百都不值 我跟你说 我看过了 这可是唐银的真迹 价值几千万 不 就算你有几千万 你也买不着 那我们岂不是发大财了 要是让那个老板知道 我们捡了大漏 还不把他气死 只能说明 他命里注定没有刺网 走 明天我们就把此话 献给宣月老太君祝寿 小姑娘 小姑娘 来呀 什么人 哥哥碎碎 小姑娘 来陪陪哥哥 小姑娘 哥哥好寂寞呀 谁呀 好哥哥开门 是我 好 好哥哥我好害怕 来别着急 方正什么你慢慢说 我房间里有鬼 有鬼 你是不是看花眼啊 不可能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但是 我正在睡觉 我到时候害怕急了 我到时候害怕急了 却怎么也动不了 过了好一会儿 那个老太太才离开 走我陪你去看看 走我 我看 老太子 你不想 不要怕 你不想 我怕 别了 你不想 我怕 你不想 我怕 我怕 你不想 我怕 你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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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会有一个贴了符咒的墨啊 原来如此 小月 这便是你之前见到的鬼 怎么可能 这不就块木头吗 其实真正的鬼 正是源自于人的内心 这世上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鬼 你种的是鸭圣之树 鸭圣之树 正是 这鸭圣树是一门古老的巫术 失真此树之人可以通过木偶来蛊惑人的精神 进而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断定放此物到你床上的人定然是别有用心 试图通过木偶来控制你的心神 为何小月中的鸭圣之树还能安然无恙 冯家村地气泄露对他没有任何影响 难道 他是百姓不亲之天 到底是谁这么可恶 把这东西放我床上 这鸭圣树 如今世上只有我师兄 身土也依人会使 此事定然与他有关 积极如令令 积极如令令 奇怪了 怎么就失灵了呢 老王 搞定了呗 表哥 你看 身土先生果然厉害 就凭一张符纸 竟叫人行尸扫肉 可惜了 这么漂亮一姑娘 我却没有艳福 表哥 你坐你坐 艳福 想有还是可以有的 放屁 老子虽然厚色 但是老子也怕死了 身土先生经典的人 谁敢碰啊 表哥 我说的不是他 另有其人 老王 你憋的什么屁啊 别吊着我了 哎呀 表哥 我告诉你 今天我们店里来了个 特别漂亮的姑娘 然后我按照 身土先生教我的法子 把福偷偷地 放到他的房间里了 虽然没有 他那么国色天香 但是我保证 他另有一番滋味 那人呢 这不是刚学会吗 还不是特别熟练 你等我一会儿 马上就好 你可别扫了我的兴 哎呀 您放心吧 表哥 后哥哥你看 他在发光 灭主 既然你还不自信 今日 我就好生教训你一番 吃吃洋洋 日出东方 无死灵魄 不早不想 你他妈玩我呢吧 表哥 你就能给我一百个蛋子 我们也不敢玩你啊 那怎么会这样 我他妈也不知道啊 果然是你们干的 兄弟 有点本事啊 我奉劝你一句 出门在外 有些事情 看破不要书破 今日我不仅要书破 我还要作曲 那你就是找死 那你就是找死 这几个还不快上来 表哥 这是谁干的 就是这小子 他将在咱们地盘闹事 就是这小子 他将在咱们地盘闹事 想把脑 在这儿找事 你他妈找死 兄弟 再来那会 都叫朋友 都叫路 我们叫个朋友吧 生徒也在什么地方 什么生徒也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还跟我装啥是吧 刚才你使用的压胜之术 这身上只有生徒也一扔 你这种货色 若是没有他的质点 怎么可能坏 你听着 还若你告诉我 他的下落 我兴许最好你一命 你可不客气 你竟然知道 我们是生徒先生的人 还敢如此嚣张 你就不怕 生徒先生的雷霆之怒吗 他的雷霆之怒 对我来说无所谓 但是我想 我的雷霆之怒 难道你们就不怕吗 凭你 也没跟生徒先生相提并论 他可是天机馆的掌门 高手中的高手 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毫毛 小心他要你狗命 你废话太多 叔叔 走走走 快放手啊 我说 我说 生徒先生在 谁 你好 tinkin 现在 赶快 是啊 兄 又是让那些畜生跑了 这还有个人啊 是他 小月 你去搜到他身上 看有没有什么异常 殷先生 你看这是什么 难怪此前见他印堂发黑 原来也是中了压生之数 小月你去找些醋 又不是饺子找醋干嘛 醋乃巨鞋之物 可去除他身上的鞋鞋 好 到了 是春小子那样小花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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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贼 敢打本小姐主意 我杀了你 宣言姑娘 你误会我了 宣言姑娘 真的误会我了 你以为我回去你的鬼坏 你冷静点 银贼 放开我 你醒了 你们怎么还打起来了 小月 你回来的正好 快帮我解释一下 我不是银贼 不是银贼 那我这扣子谁解开的 我解的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们 一定是你在包庇他 你中了坏人压上树 若不是银贤生出手相救 恐怕你早已早遇不测 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那你好好想想 你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昨晚我一个人走在路上 突然听见有人叫我 然后我就失去了意识 那不就得了 叫你的人是我吗 难道我真的中了血树 不对 就算中了血树 也一定是你干的 你 上次在冯家村 我就找了你的道 任凭你巧舌如簧 我也不会信你 你别过来 你干嘛 轩人姑娘 你信也好不信也罢 总之 以后自己一个人出门 自己注意安全 银贼 别再让我碰见你 银先生 你没事吧 银先生你怎么了 小云 我中毒了 中毒什么毒很厉害吗 啊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你快走你到底怎么了呢 中小伞 中小伞是什么呀 是一种追啊 我好控制不住自己 你快走你到底怎么了呢 你快走啊 可可可 小雨愿意陪着你 不可 你这是今生年华 且不可如此糊涂 知道吗 其实 我从第一次见你 就一直 你感谢 谢谢 谢谢 谢 谢 啊 啊 啊 小月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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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都已经得逞了 谁知半路插船的高手 竟然能破解你的压生术 而且 还认识你 我的好师弟 想不到你的命够大的 不好意思啊 哎 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 在下音号乃是修道之人 这位是我同伴 赶紧滚的啊 这可不是你们打秋风的地方 赶紧滚的啊 这可不是你们打秋风的地方 我们可是来给老太君贺寿的 你就是 你们也配给宣家的老太君贺寿 要饭就要饭 哪来那么多借口 好啊 我们好心来给老太君贺寿 你凭什么来我们 你 哎呀 这要饭的鼻子比狗都灵啊 直到学家板兽都跑过来了 哈哈 一号 你怎么还没死呢 看你穿的人模狗样的 这衣服是租来的吧 哈哈哈哈 是没死啊 不过活成要饭的了 哈哈哈哈 他 给我往死里打 死里打 打死他 一号 你看看你如今这副鬼样子 还不如死了吗 苏梦婷 承销 你们两个狼狈为今作何多段 如果再收敛的话 必早天前 搞东西说话重一点 当年老子能抢走你的事业 抢走你的女人 今天老子就能要了你的命 放开我好哥哥 乔哥 时候不早了 咱们犯不着跟个乞丐一般见识 别砸了你的手 你给我听好吧 以后再见到我了 给老子夹着尾巴做人 哇 哇 哈哈哈哈 这年都怪事真多啊 要放的还带了个小跟弯 哈哈哈哈 好哥哥你别拦我 我咽不下这口气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他们所谓 自己见识 你认识他们 老叔认了 一个是我曾经最好的兄弟 哼 一个是我曾经的妻子 那他妈干嘛还这么对你啊 夜难见 时间简报 我们先进去 喂 抽要饭呢 还不滚蛋 你个看大门都嚣张什么呀 你想干嘛 你最近几日 是不是感觉丹田巨痛无比 你也怎么知道呢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若不再及时救治的话 你最多 只能活一个月 高人 求你救我性命 将此物服下 这是谁了 感谢高人救命之恩 那我们两个现在可以进去了吧 刚才是我冒昧冒犯了高人 请二位快进 白豪哥哥你真神了 不仅懂风水 连得的什么病都能算出来 我跟你说 我可没那么神 那 他就是典型的前脸线炎 看他面黄继瘦的 有寒星驼背 典型的就是肾虚啊 你家 肾都不好 前脸线能好的哪去啊 这都可以啊 了解男人的 一定是男人 哈哈哈 洛京苏家 赫山水明底别墅一套 真是大手笔啊 这个臭要犯的是怎么进来的 先生何人 赫里为何物 修道之人 殷号 献唐银真迹一副 唐银真迹 那可是无价之宝呀 这个殷号出手如此阔绰 究竟是何方神圣 为何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 没听说过就对了 他呀 就是一个沿街乞讨的乞丐 对 就是一个乞丐啊 不知道从哪儿 剪了一幅假画啊 大家看看啊 就敢冒充是唐伯虎的真迹 明目张胆的来学员家蹭吃蹭喝 这么说我就想起来了 这俩人不就是刚刚在门口 被保安拦救的两个穷鬼 你们凭什么说我的话是厌品 谁可以给你们证明 我能证明 你这幅画就是假的 没错就是我 你还真敢来啊 在下有何不敢 你们认识啊 当然认识 她就算画成灰 我也能认识 薛妍姑娘 在下早就说过 那是一场误会 误会 你分明是从前倾薄于我 极有此理 竟敢冒犯我薛妍莲成的女儿 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薛妍姑娘 倘若我真的要冒犯你的话 你想想 我又怎会轻易把你放掉 她说的不武道 但拿假话坑骗我薛妍家 着实可恶 那天我去文文店给奶奶挑拳受理 亲眼看见她用一百块钱 买了那幅画 殷浩 薛妍小姐亲自证明了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定敢三番五次 修助于我薛妍家 来人 在老太君收担之后 端手端脚 丢出去喂狗 且慢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薛妍家主 这幅画 您看都没有看过 仅凭令监俊一句话 你就断念她是赝品 是不是 有些过于武断了呢 你是在怀疑 寒求侮辱你这个乞丐不少 薛妍家主 她明显是在拖延时间 你不必听她狡辩 拖下去便是 在下并没有怀疑薛妍小姐的意思 只是在下以为 薛妍小姐虽天资聪慧 可是对这画作鉴别 肯定是不太擅长 既然要鉴别真伪 那就应当其名画大家 当场鉴别 方可下定论 你还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老夫就让你心服口服 主位 我身边这位 就是大名鼎鼎的古娃叔当家 马先生 为了避免世人 说老夫欺负年轻人 今天就有请马先生 为这幅唐英画鉴别真伪 如此甚好 不过我可有言在先 如果你现在承认画是假的 老夫还能饶你一命 如果马先生 鉴定这幅画是假的 倘若如此 万万自己动手了结生命 才算有点胆量 马先生 请订阅 好 来 果然是唐银的真迹啊 什么 真的 真的 哼 怎么可能 那天我在弯弯店分明看起来他用一百块钱买了这副宴品 那只能说明 那国内的老板有眼无珠啊 殷先生 是才是我宣家唐突 冒犯了殷先生 还望殷先生海涵 不敢的 前辈 这宝物嘛 本就应该在赏资他的人手中 才配算得上是宝物 此物晚辈今日就献给宣元老太君 喝起 古兮之少 殷先生小小年纪 竟有如此胸怀 实在是令老夫汗颜啊 爸 这贼子定有古怪 那天我去冯家村查看楼曼一事 就是他用妖术气弄了 殷先生 解罪老夫 前往小会客室一去如何 那就晚辈 恭敬不如从命了 行 行 这个废物什么时候有这般本事了 竟然有资格进入宣元家的小会客室 你要我说他就是外打正着 走了狗屎运 一定是这样 阴先生 坐 不知阴先生 以何为业 在下无家无业 平时素以 替人看风水为生 银浩 你从事找来 王家祖坟地气泄露 到底是不是你们干的 你就会毁乱指责别人 若不是阴先生出手相救 我们冯家村早就遭殃了 那就 在下此次前来 正是为了此事 在下前日刑置冯家村时 发现许多村民 冲了地煞 后来得知 是因为有人匡骗村民迁移祖坟 破坏了当地金牛云水的风水格局 泄了地气 何人所为 说来惨愧 此人正是 在下的师兄 神徒义 我宣言家 世代守护天下龙脉 前日昆仑陵想斗 我便察觉有意 害小女寒酒查探 没想到 竟然是奸人所为 该死 王家祖坟 处于我华国龙脉之上 如今泄了地气 恐生大变 前辈 这地气所泄 其实也并不是没有办法补救 殷先生 请详细说来 在下听闻 薛言家中有一家传宝物 名曰 北明珠 只需将此物 回填入冯家所分当中 一切 便可 恢复如初 北明珠 莫非 前辈是舍不得 不 并非老夫不舍 只是这北明珠 被供奉于我薛言家近地 精雷骨之中 进入此谷 需要雷法加持 否则必遭阻塞而亡 可惜先父在世之时 这雷法 便已失传 前辈 可否能带在下 前去精雷骨密地一探 老夫还要接待来宾 就让小女 陪先生一去吧 好 给明珠坐在那里面 你好 好厉害的雷法 你好 我当阴先生多大的本领 看来不够如此 看来这北明珠 你是取不到了 小月 你敢进去帮我取下 这个北明珠吗 我 没错 就是你 一个大男人 让一个女孩为你送死 真丢真 小月 你怕吗 我 好 我保证你不会有事 去吧 你 你 我 üler 把我们 往 在 一把那首席 一把那首席 我和那首席 一把那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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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 这是怎么回事 雕虫小技罢了 小鱼乃是百邪不轻之体 这点雷电算得了是吧 小鱼出来了 你喝个给 小鱼你真棒 进入归位 主事顺随 你们看 小鱼 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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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说什么呢 你喝多了吧 前几天明明挖出金子了 什么 哎呦我的小曼婷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问他 我就不该听信你的鬼话 如今大量设备都投入进去了 可况你根本就没有金子 老婆 我们走吧 你们回不去了 这帮人反应还挺快的 还真是冤家路窄 他们又见面了 上回你在旅馆里跑得很快嘛 今天你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 旅馆里 上次对你同谋不轨的人 就是他 滚蛋 你还记得我吗 哎呀 你这小身段 我怎么可能会忘呢 上次没能好好给你耍一番 我到现在 心里还痒痒呢 老大 你玩完了 是不是也让我爽爽 滚开 废我一个 小妹妹 功夫不错嘛 你这要是在床上 换上一件性感的衣服 这小皮鞭 一定很带劲吧 我就这么一想 浑身的骨头 都松了 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肯定活得不太烦了 年纪不大 脾气不小 你说的没错 哥哥就是活得不耐烦了 来 找这儿的 小心 你好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让我一个试试 你不是挺狂吗 申同先生说了 你就是一个背叛师门的叛徒 还不知手脸在这儿 可我耀武扬威 找死 真是贼啊 你听着 今天这件事情 和他们两个无关 有本事冲过来 你以为会点法术了不起吗 在这面去 法术算个屁啊 你能恢复风水 老子也能破坏掉 老子不计把坟跑开 还有这老冯爷的骨头 捏碎 做成资料 围住围刚 不行 做出如此 琴手不如的事情 你就不怕走天寝吗 在这儿都不行 老子就是天 六哥 这份有古怪 是你搞的鬼 我已经在北农军上 试了尽数 从今日起 非冯氏族 擅绝坟墓 必造凡事 少你他妈的来吓唬了 你以为老子会怕吗 你要是不信的话 有本事你自己下去试试啊 立刻给我解除尽致 否则 老子现在就崩了你 有本事现在开枪打死我 你不怕死 你就不担心 这两位娇弟弟的小姑娘吗 立刻给我解除尽致 断财路 我就把这两位娇弟弟的小姑娘 卖到武厅 去做最美贱的皮肉生意 你就不怕遭报应吧 报应 老子就不相信报应 如果真的有报应 那么中担的应该是我 而不是你 我没事 吓死我了 你怎么可能没事 起开 我很幸运 而你 很幸运 你上过程库 妈的 你怎么老是跟我胳膊顾不下 江彪 这就是你的报应 殷浩 你敢动我 苏家一定不会有放过你 我管你是谁家的狗 就算你祖子来了 我也不放在眼里 好大的口气啊 你们有几条命 竟敢动我苏家的人 你太嚣张了吧 宋满庭 成家 殷浩 又是你这个臭乞丐 没想到你们和身土尹 沆瀣一气 还真是晦气 在哪里都能看到你这个阴魂不散的狗东西 不用跟他废话 银浩 你敢坏我们的好事 今天就是你的死心 谁都救不了你 小小的苏家 好大的口气 真拿自己当天王老子了 轩人小姐 你怎么在这儿 我去哪里 还要向你通报一声吗 轩人小姐 这是哪儿的话 趁骆金 你自然是想去那儿便去的 没有那个不开眼才来着 真不巧 这儿就有几条懒路的狗 小姐 就是他们打的我 这可是打你的脸啊 你和那位小的做主 就该打死你 不长眼的东西 连轩人小姐都敢得罪 轩人小姐 这就是一场误会 回头我一定好好教训他们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误会 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支持你们 你闭嘴 我和轩人小姐说话 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插嘴 殷先生是我轩人家的做上宾 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敢跟殷先生这么说话 轩人小姐 话别说这么难听 毕竟您我两家 还一直都有商业上的合作 您这样 不但会让朋友喊心 也会让令尊 与苏家合作 是我轩人家的耻辱 你听好了 从今天开始 我轩人家断绝与苏家的一切合作 一切继续与苏家合作之人 皆是同于我轩人家为敌 轩人小姐 我不是这个意思 最后警告你 叫你的人 离冯家祖坟远一点 否则我让你苏家 再无立足之地 之前我们的恩怨 我可以既往不咎 但是 如果你们从今往后 继续助纣为虐 冥顽不灵的话 那就别怪我出手无情了 带上你的人 给我滚 我们也走吧 我也想替你出了口气 你连这些线都没有 果然恶人还需恶人魔 你信了 喂 殷先生 你没事吧 喂喂喂 你可别碰瓷 我都没用力 这是卸下了一部分力道 我却没躺住此的 小远 快付我回去 我运功 逼准 恩公 你这是怎么了 爸 他中枪了 赶紧打电话 叫救护车呀 我自己运功 把子弹逼出来就好了 喂 什么 我现在赶回去 鸣鹤 我做不出事了 我得赶紧赶回去 你回去吧 你好好养伤 他们要是再敢骚扰你 给我打电话 接下来有件事情 我需要拜托你们 你说 从现在起 二十四个小时之内 我需要运气连胜 这期间最忌讳的就是分神 稍有差池 就会搜火中魔筋脉错路 所以我想请你们在外面 帮我看好房门 期间不许容金 可以吗 放心 就算是一只苍蝇 我也不会让何人进来的 咋回事啊 老爹爷 你确定 是的 我拜去蹲守的人 亲眼看到鹰昊 被轩辕寒丘和那个小跟班 给浮了回去 看情形伤得不轻 故弄嫌虚 还好我留了个心眼 要不然就上了他的当了 他要是受伤 那就好办了 冯家村那些人没了靠山 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的 降终你 别高兴太早 还有个爱多管闲事的轩辕凡丘 轩辕家 我目可惹不起 小姐大可忘记 轩辕凡丘现在应该已经焦头烂合的 赶回轩辕家 沈兔先生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只不过用了一些小手段而已 老太君 这是南洋陈家 进下来的上后硬窝 尝尝 那是我独门秘制 昭示人不出一刻钟便会发送 届时 血缘家必将大力 难怪先生如此凶有城主 可就算这样 血缘寒丘也已经放过话了 与冯家村为敌 就是与轩辕家为敌 话虽如此 我们师出有名 轩辕家顾及名声 也不会轻易出手啊 怎么个师出有名 你忘了 这是 咱们可是冯家村的寨主啊 哈哈哈哈 你不过就是只与轩辕家之群 你的管ам 我已经抢了你的全部 你现在是一无所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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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托儿 可还记得 为时教你的清心诀 静下心来 兵出杂念 孟严自然就会消散 心并且 不能不请 做事护一口 诸心诀 师弟 诸心诀 要挺着了 师父还在等着你去陪他呢 师弟 我倒要看看这清心诀 还能护你到什么时候 做事护一口 我的目净 做事护一口 兵先生 这就是人辛苦 人家寂寞得很 你来陪陪人家 好不好 人家寂寞得很 你来陪陪人家 好不好 心若冰清 波澜不惊 祖师乌有 助歇远离 你又来我家干什么 你又来我家干什么 你又在耍什么 你又来我家干什么 小爷们小姑娘 你别怕 我这次来是找你老子的 哈哈哈哈 陈总 陈总 你怎么来了 哎呦 冯建国 陈总 你怎么来了 你该还钱了 还什么钱啊 你就是 没错 我就是你们冯家村的债主 你的父亲 陈建国先生 一年前从我名下的信贷公司贷款一百万 用了这 谁一年 如今已经过期一个月 你们都应该给我一个交代吧 陈总 现如今收费还没涨成 你能不能再宽限我一个月 等次上市了 我马上连本单利的将前年的一百一十万还 什么一百一十万 你得还我两百万 陈总 你搞错了 合同上约定的是一百一十万 哪来的两百万 你看行 合同上写得很明白 我与其未还 你还要承担我每个月九十万的违约金 否则便已收费大红作家比赛 如今刚好 加上本金利息 不就是两百万吗 两百万 你叫我怎么还 我是个生意人 将来只按照合同办事 你要是没钱 就拿大鹏底之一 你看 你是还钱呢 还是将大鹏底给我呢 陈总 大鹏要是给了你 我们全村都得喝七味风 你就通融一下吧 我是一个生意人 不是慈善家 谁都让我通融通融 那我还他妈赚不赚钱了 陈总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些都是你的阴谋 你之前贵意借钱给我们 就是为等这一天吧 没错 你知道了又能把我怎么样 就算是闹到法院 就算是闹到法院 你也不占理 我一个走了 我一个走了一个伤了 我都要看看今天谁能拦我 给我打 滚 别打了 别打了 起了 起了 打死你的打 别打了 别打了 直接的打 你把你帮助 席卷梨 席卷梨 这些人之间的恩怨 应该有个人断 你想要干什么 你不是喜欢钱吗 当然喜欢 我就把我的五弟钱 验开你 救命啊 烧死我了 你们没事吧 任先生 这也没火呀 这群人怎么好像被火烧了呀 这并非真正的 我只是想要他们内心 无量天尊 你先走 走 无量天尊 师弟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人家找你 果然是你 这些年你到处为非做的 就算你不来找我 我也会去找你 你一个大逆不道的叛徒 竟然如此说话 师兄 听我一句劝吧 回头是安 想劝我回头 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了 那今日 我就要替师父他老人家 经理门户了 凭你 嗯 好 呜 嗨 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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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终于一场 是现态 我们好会迎戏 殷先生 你好了 此人此次前来 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日后 必定会成为我们的大敌 殷先生 殷先生 我祖母出事了 老太君怎么了 你随我来看看就知道了 走 真乖啊 真听话 殷先生 是不是挺正常的吧 宝贝儿子 你是不是饿了 妈已经吩咐后厨 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豆腐羹 马上就好了 妈 你认错人了 我才是你儿子 看你 张头树木尖嘴猴塞的样子 怎么可能是我儿子 快来人 将这个骗子赶出去 妈 你这孩子 真是随了你爸 小小年纪 体毛就这么重 臭死了 妈 这是能往往往说的吗 老前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昨天下午 我奶奶喝了一碗燕窝 之后就突然疯癫 一会儿清醒 一会儿糊涂 总是认错人 这中间定有技巧 让我来瞧瞧 老前辈 你可还能记得我呀 妈 阴阴阳 老太区 您为何出手打我呀 老太区 您为何出手打我呀 你这个不信人 这些年你去哪了 我一直在山上修行啊 说走就走 你好狠的心哪 竟然对我恨儿子不恨不顾 自己一个人上山修行去了 老太区 您肯定认错人了吧 典城啊 快来看看 你爹回来了 妈 妈 我在这 这这 我说老太区 快 帮我爸爸 嗯 妈 您这座人了 你没事 我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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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诚 乖 妈 爸 要是这么说的话 义先生不就是你爷爷了吗 你这样的 心这么大 内诚 快让你爸抱抱 快 你是不是嫌弃我们娘儿俩 你是不是嫌弃我们娘儿俩 抱抱 妈 抱抱 来来来来 妈 你看 好 好啊 老天爷保佑 让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对对对 团聚了 妈 妈 妈 乖乖乖 好没有 严先生 我奶奶怎么样 我在这里 中了一种十分奇特的古典 名誉忘忧古 中了此古的人 会渐渐性的忘去过去的世界 是好是坏 每一次发病 都比上一次更严重 倘若 直到把所有的事情都忘光的话 那这世上 便无人 那该如何救治 据我所知 据我所知 这世上 目前只有一人 可解此 何人 我天机馆八大护法之一 圣守龙王 可据说 圣守龙王在十年前 经历丧子之痛后 便引退了相符 从此 无人之际下了 那我们又该如何折他 前辈无法 在下可用小六刃 算出其大体方外 好 这一会儿 行 圣守龙王眼下变在西南说 来人 走 李克代人 连西南方 走尽圣守龙王的下落 三个小时内 我要知道结果 去 龙王有何特点特征 圣守龙王 评宿最大的爱好 便是吃鸡 知道了 不论领响 必有意的 快快速入前去 快 不论领响 不好 有人擅闯在哪鼓 这是什么 这是 不知道 我只在赶他出去 这是尸神 尸神 尸神是什么 这是东宁的阴阳师 所练着的一种阴体 可以让人远程控制 在攻击敌尘 带我们去经为谷 一定要多加小心 千万别被尸神所杀 神出尸神 人是他 彭家祖坟地其所限 必定是他所为 走 大胆要到 尽敢善闯 虽然人家禁地 取取精雷阵 频道想来便来 想走便走 老师弟 你能这么快赶过来 倒是让我有些刮马相看 只能说你的尸神 是我棒了 哪 bem 这是什么 呃 呜呜 呜 呜呜 呜 呜 呜呜 呜 小雨你沒受傷吧 我沒受傷 奇怪 你怎麼會有如此深厚的奈緣 竟然頂得住那妖刀的攻擊 你媽用什麼念力 沒什麼好奇怪的 我先前就發現了 小雨乃是先天的 百邪不侵之體 那妖刀又幾乱伤了她 老爺 家主 找到聖手龙王的下落了 在哪裡 就在蘇府 這王總排場還真是的 說好了十一點的 現在都已經十一點半了 連個人影都沒有 哎呀 忍忍吧 誰讓我們有求於人呢 宣言家對我們發出了風煞力 任跟陸京現在沒有一家企業敢和我們合作 我們海外的路子很廣 深圳相聚就必須得跟他合作 我要讓宣言喊就為他的口號不賺錢 放心 神圖先生已經答應了 平他的本領 疑地 你去吃飯看看 雞烤好了嗎 好 我的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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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喊大叫什麼 嚇死我了 啊 哪裡來的臭藥飯呢 敢偷吃我的雞 雞又放在這兒有什麼吃過 這可是我宴起貴賓用的 你算個什麼東西也配偷吃 保安都在哪兒去了 趕緊將這個老不死的給我趕出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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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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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 哎呀 啊 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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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新清 我什麼都做到我打死你 新清 今后又是你 承轩 当地欺负老人 你还是不是 老前辈 您没事 您碰我 你好 就连一个臭乞丐都能对你腰五喝六 您跟他实在是太差劲了 你为何要羞辱他 他在通义鸡 我给他点教训又怎么了 为了居居一只烤鸡 竟然如此对待一个老人家 臭生都不如 居居一只烤鸡 鸡说得清楚 这是我为了给你带王室鸡 王总 昨天从里面供运过来的新远鸡 王室用罪就花了我两万多 我还以为多贵呢 两万多是吧 这钱我替他给了 搜 自己看看 支付宝到这五万元 你以为赔钱就没事吧 搅和了我和王总的合作 这笔损失你怎么赔 赫哥哥 明明只有两万元 你干嘛给他转五万啊 这多出的几万块钱 当然是给别人的医药费了 什么医药费 当然是给别人的医药费了 什么医药费 承煞 你知道我是个讲道理的人 打人嘛 肯定是要赔医药费的 救命啊 承煞先生怎么如此错落 救命啊 承煞 你我的恩怨以后一笔勾销 但倘若往后 你在为非所在执迷不悟的话 就别怪我出手无情啊 前辈请卢布 还有什么事吗 感恩前辈可是圣主龙王 晚辈专程过来找您的 找我做什么 晚辈有一人 还需前辈出手救治 救人 我祖母中龙王有骨 放映天下 唯有您可解自顾 我可不是什么圣主龙王 我是王龙 王总 要救人呢 你们去找别人吧 这老家伙 这是王龙王总 不知阁下就是王社集团的王总 冒犯了您 还望您大人不计小人逛 别跟我们计较 就看王总真是打了 就知道王总是个洒头之人 必然不会跟我们计较的 对吧 我生意 备下酒席 咱们边吃边聊生意上的事 一只鸡都舍不得 就这个局也配跟我谈生意 我呸 前辈留步 怎么 你也想领教一下老夫的本领吗 前辈 听闻前辈最喜欢吃鸡 晚辈最擅长做的就是叫哈鸡 不知道前辈愿意赏脸 尝尝我的手艺吗 前辈傻双双留情 前辈傻双双留情 我叫小鱼 小鱼 好名字 真是人如其名 行鱼活属 你说你会做鸡 可别宽我这个老婆 我从来不骗人了 总和况是像年纪种 多高望重的老前辈呢 你说话 我爱听 还愣着干嘛 回去吃鸡 你 你 你 就想走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呀 要不这样 我再咋你一个 还能跟你斗 我才不跟你一般 就想 现在还想讨回公道 哎呀 这东西就算被他们带走 他也救不了任何人 神奴先生 莫非看出来什么 基本之类 你却没有现实 你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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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选择 你 你却没 仅仅美味 莫过于此 前辈慢点吃 好吃的还在后头呢 嗯 好 你们找我什么事来着 我祖母中了孤独 还请前辈清除山腹 你现在怎么这样 吃了别人东西还不肯帮忙 都是小心做的 跟药食物关系 这里是我家 食材也是我提供的 我就说 这就是现兴起 推荐即盗 前辈 您身为天际馆八大户之一 代替长徐世人间 秀人 本就是该您有的职责 我早就不是什么天际馆的八大户 既是救人 分火就要死关 一日入天际阁 便会终身被打成天际阁的烙印 这是你永远抹制不去的使命 什么狗一使命 我那死去的儿子 难道能死而复生吗 什么狗一使命 我那死去的儿子 难道能死而复生吗 这老头怎么这样 吃不到东西就撒泼 我的 鸡魂猪 鸡魂猪 鸡魂猪是什么 鸡魂猪是用于风景的魂魄 让魂魄不得归入地墓 从而通过密法加持的猪子 鸡魂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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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王现在这样 我总共怎么办 到底是什么人啊 会如此陷害龙王 想必死人 必然是和我师哥 快来帮忙 你跟来客终止 回来客做善 心情弄不住 万情弄不开 急急助力令 快跑 他已经完全被纪文柱所控制 救命 救命 我要杀了你 这是狗龙 像哪个鸡血一样 这样跑下去 早晚都会上 用天雷制补的 快走 老天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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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就 你 好跟走 什麼的 一 一 前面感觉如何 你可知就是之前寄魂珠把你回到今天这本目标 怎么寄魂这明明是七四珠啊 十年前王尔王昭为了辅佐我炼制那混蛋 不惜以身试百草终剧毒而亡 我救人无数啊 却唯独救不活亲生骨肉 从那之后我便发誓再不行义 每天沉浸于丧子之痛 后来本门弟子身陀也找到我 他送我子珠 并告诉我只要佩戴子珠便可以思念之人在梦中相见 无事了是发现他果真没骗我 前辈仔细回忆一下 你与令郎在猛里相会之后的不久几日 是否都会感到头疼欲裂 神知错误 你与令郎在猛里相会之后的不久几日 是否都会感到头疼欲裂 神知错误 你与令郎在猛里相会之后的不久几日 神知错误 这便是了 一切痛苦的根源都藏在子珠之中 不仅痛苦的是前辈 就连令郎也要遭受无尽的煎熬之苦 你这话什么意思 您被神徒也骗了 您之所以可以在梦中见到令郎 就是因为令郎的魂魄被封印在子祭魂珠当中 一日不处便一日不可入轮回 神徒也正是为了搜集珠内的邪念 供自己修炼邪术所用 如此说来 我岂不是害了赵儿 哎 到底造了多少孽障 求医先生救救我 前辈快快请起 求医先生救救我 起来说话 只要能帮他重入轮回 我愿带你他承受勇士的煎熬之苦 前辈放心 晚辈定当竭尽所能 帮令郎抄脱 海上之灵超如孤魂 每一切自身沾恩 海上之灵超如孤魂 每一切自身沾恩 我能帮你 你吗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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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能撑多久 隐后我看你能成功到几时 乃我大功修成之日 毕生能复辟之时 哈哈哈哈 嗯 嗯 嗯 赵儿 赵儿 多谢先生帮我解脱 大恩大德 来世定当报答 你本不该承受死结 早入轮回 是真正的解脱 去吧 你所说的痛苦 我来为你讨回公道 父亲 你老了 赵儿 父亲 为什么 为什么 我没有资格 我连报你的资格 都没有吗 千伯 人鬼殊途 你又何必执着呢 父亲 儿子要走了 您都保重 如果有来生 我还要再做你的儿子 儿子 你一路走 儿子 前辈 在下以防令狼超度 愿他来生 能够到一个 好人家 愿你再也不要 遇到一个像我一样的父亲 儿子 前辈 情书晚辈直言 前辈 也应该早日走出悲痛 活出自己的人生 这样也能让 令狼走得两红牵挂 是啊 我也得为自己而活呀 这是拒出老太君 起内忘忧谷的方子 你照方抓药 为老太君服下 孤独可解 多谢了王前辈 前辈这是 初见识 便发现你根骨清奇 质朴天成 这本麦论呢 是我家传之一书 今天我将它赠予你 愿你能继承老夫一波 你可愿意 我 我不行吧 这可是老夫最后的心愿 难道你都不能满足吗 不不不 莫非你是嫌弃老夫这一身的修为 不不不 我只是我太笨了 我怕学不会 老夫的眼光是不会差的 小鱼你还愣着干什么 这可是你的大造坏啊 机会难得 还不赶紧拜师 小鱼拜见师傅 老夫五十年的修为 已经传不传给你了 得此家徒此身无憾啊 哈哈 台长们 深毒野这个叛徒 就拜托给你了 老夫劳了 老夫走了 师傅一路走好 归去来兮 归去来兮 妈慢点 舒服 谢谢大师的救命之恩 老太君严重了 这一切都是小鱼的功啊 前辈 看来这方子果然奏效 烟下老太君 鼓涂已轻 好 太好了 妈 你看你终于好了 哈哈哈哈 儿子 不必担心 妈身体硬朗着呢 哈哈哈哈 是啊妈 哈哈哈哈 臭道士 我正愁找不到你 你竟然自己坐上门来 本小姐在你身上 花了那么多钱 你却一件事都没做成 苏小姐如此心急 是吵不了那事的 老王八蛋 你还想继续看我 告诉你 今天必须把钱换回来 否则 你休想走出去 哈哈哈哈 吃死活的东西 老王 别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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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滋味如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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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先生 是我们有练武之过分了您 求您饶命 这东西 求您饶了我这条狗鸣吧 哈哈 你说你什么命可我怎么看你 不像是一条猴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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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呢 快快叫我 啊 快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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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狗果然好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多谢二位出手相助 假目恐怕要造福测 请受老夫一半 徐元前辈 使不得 使不得 尹先生对我徐元家有大恩 若先生不嫌弃 老夫想将小女 嫁给尹先生 尹先生 他就是老夫唯一的女儿 若你娶了她 等到我百年之后 整个轩元嫁都将由你们继承 前辈 您的好意在下心领了 只是这婚嫁一事 尹先生 请受在下 恕难从命 尹先生这是嫌弃小女 觉得小女赔不上你 不不不不 前辈您误会了 轩元姑娘 容貌清秀 出身高贵 在下又怎敢嫌弃 哈哈哈哈 那不就得了 此事 就这么定了 隔世在下 银河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愿意娶 我还不愿嫁呢 哈哥哥 你跟轩元想起 是天道地设的一例 我祝你 待你好好 小玉 小玉 你等等我 姑娘 你不想发现什么了 都怪你 以后我还怎么见人啊 小玉 哎呀 哎呀 谁呀 对不起对不起 哎呀 哎呀 幸亏我一把老骨头糠折腾了 又不然还不得被你撞死啊 哎呀 哎呀 谁呀 哎呀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哎呀 哎呀 幸亏我一把老骨头糠折腾了 罢了 他也不是故意的 再说我也没有碰瓷的爱好 先起来 老人家 想必您这是饿了吧 前面不远处有家饭馆 这样 我们请您吃顿饭 全当是赔以道歉了 如何 小伙子 您还算讲究 小伙子 您还算讲究 但去下馆子就不必了 我不过一个老叫花子 可不愿意上杆子 去找店闲去 这个好吧 小月 你先在这照顾一下老人家 我去你就回啊 老人家等我一会儿啊 谢谢你啊 小姑娘 前辈 您尝尝 您是做什么的啊 当然是老叫花子了 顺便碰碰运气 做点小买卖 我知道了 您是买刀的吧 行 那您这把刀 我要了 您开个价吧 小伙子 小伙子 年轻气盛是好事 但我这把刀 你可买不起啊 你可买不起啊 前辈 我虽然不是什么富豪 但是您这把刀 我肯定是买得起啊 您开个价吧 你想好了 可别后悔 君子一言 这么难追 前辈 您这是 凡事 不可作绝 饭也不能吃光 这是规矩 是不可作绝 我知道 这饭不能吃光 是哪个字规矩啊 我怎么不知道 现在 你就听说了 现在 你就听说了 这是我们这行的规矩 老先生 您还没说 您这把刀 多少钱能卖呢 罢了 一切 都是命 终究是天主地 从今天起 这把刀 就是你的了 先辈 您还没开价呢 有缘 自会相见 到时 我在开价 但愿 你不会反悔啊 好 我没局部辜负你 人生 皆有命 半天 不由人 这有人家 好奇怪啊 你为什么 我 我 我就是想家了 看着我的眼睛在说 你都要娶 薛元小姐了 那以后肯定有人照顾你 我自然也没必要留在你身边 可是我并没有答应她呀 你应该答应的呀 也就只有薛元小姐那样的人品和家事 才能配得上 但小弟 在我心里 其实你才是那样 对我独一无二的人 你是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那么以后 你继续陪着你照顾你 那就这么说定了 走 我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 待会儿就知道了 走 老板 老板老板 还有完没完啊 你已经捡了一次漏了 你还想再来一次啊 这回我绝对不是捡漏的啊 你不是来捡漏的 你是来抢劫的 你不是来捡漏的 你是来抢劫的 来 把你们店最贵重的珠宝 都拿出来 真的 你看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 喜欢吗 浩哥哥 这礼物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再贵重的礼物 都不及你千万分之一 可是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这钱本来是我 留给孙万婷买礼物的 可惜还没有等到她生日 我就被赶出了苏家 这一定是上天的安排 让我在谜谜之中 遇到了你 好 好哥哥 现在 以后 我都要一直跟随着 好 那我们说好了 我们又见面了 你要干嘛 原来 才是一切的关键 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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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小鱼不见了 什么 不好 天气一现 昆仑灵师姐 竟然故有变 走 妖道 你放开我 你要干嘛 别怕 我只想找你借点东西 我会把你带着 追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您不习传 完了 人家龙外完了 小玉 小玉 你身上还有没有别的伤口 没有 神徒叶只是在我手上划了一刀 这是为何 神徒叶肯定是开上了小玉身上的女娲血脉 取其血液 又是为了破解这禁地的枫叶 爸 爸没事吧 姚道 你让我这眼下龙脉 要你命 走开 他们不可 咬 咬 哈哈哈哈 咬到 我给你拼了 嘿 呀 呀 啊 呃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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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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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哥哥 你没事吧 师弟 我刚刚炼成的玄兵掌 滋味如何呀 你善毁龙脉 你必遭天遣 天若敢遣我 我必凡遣之 天若敢遣我 我必凡遣之 师弟 师父想要阻止我 你被我送进地狱了 今天我就送你去 陪陪的老人家 你终于肯承认了 承认又如何 不承认又如何 从今日起天下唯我独尊 谁能奈何呀 想跑没那么容易 爸 秦文尊家骗了他多长时间 韩乔 我们快走 要走你们走 我不走 又得报仇 我 我 你 贺行主人 如主昆仑格 如今洛京八大家族里 轩原家已经覆灭 剩下的七家 已有六家表态 从今以后为主人 马首是瞻 只有沈家还在负语顽抗 既然沈家不想体面的生 那就让他体面的去死吧 属下明白 定让沈家寸草不生 殷浩的下落倒谈到了吗 属下带人搜遍了洛京城 也没发现殷浩的下落 殷浩的下落倒谈到了吗 属下带人搜遍了洛京城 也没发现殷浩的下落 我倒要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殷浩也肯定死也想不到 我们就藏在他眼皮子底下 我母亲走得早 小时候父亲忙于公务 没时间陪我 我只能自己四处也晚 无意间发现这件密室 如今密室还在 可父亲却已经去了 另一个世界 人死不能复生 韩雄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为你爹报仇 这个仇 我要自己报 韩雄 不好了 怎么了小语 他们把全员老太君 架在了个柴火池上 杨盈 若是我们再不见身 他们就让老太君 会会烧死 他们就让老太君会会烧死 韩雄 你别拦我 你听我说 你现在千万不能冲动 你现在上去 非但报不了仇 反而会白白丢的精灵 你知道吗 我只能看着我奶奶 会会被害 就算获出我这条命 我也要救我奶奶 我有法子 小语 我需要你陪我余同出去躺 现在外面满是世人 就通过你摆些不侵之体 才能闭口 好 求求 放了我吗 放了你 小妹妹 放了你我去哪找乐子 啊 只要你肯从了我 我保证让你吃香的 喝辣的 小妹妹 妈的 谁这么不长眼 林浩 你要干嘛 哎 你只要吗 放松 放轻松 今天我留你了 本不就告诉生意 我很快就会找到他 滚 你就这么高 但如果我觉得生意 我们都能进来 我就是要让你 这是什么 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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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浩的老虎 难道就不是老虎了吗 林浩的老虎 难道就不是老虎了吗 前辈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年轻人 你是不是还忘了欠我的刀债呀 晚辈当然不敢忘了 不知前辈 想好了可要什么 我要 我要他 我 没错 我要你的秘密 前辈 这个玩笑可不好笑啊 你觉得 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怎么 难道你想赖账 前辈 好如果你想要钱的话 你随便开个价都可以 还是若要我加害性命 请恕在下树难从命 你怎知 害一人 不是为了救更多的人 老叫花子是个生意人 而救苍生 这笔买卖 对于我来说 划算的 神祖也 是头恶虎 恶虎下山 始终还是头恶虎 但凭你现在的事 心里难为 那是不可能的 说不定 还会搭上你自己的心 亲妹 修道之人 就当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 区区一条性命 你也 但现实是 就算搭上你自己的性命 也解救不了苍生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应该可以帮到你 那您快说呀 是什么法的 刀呢 期待不变 今日我没有太熟 那不是普通的刀 乃是当年汉武帝 封山泰山之时 委托明家锻造 其天地之灵器 与王霸之器于一身 上科展九霄神明 下科展地域恶悔 破掉深屠也的妖法 自然不再化现 破掉深屠也的妖法 自然不再化现 莫非 就是传说追的 大夏龙雀呢 红哥哥 太好了 有这样的宝贝 我们还怕他山头也干什么 这不是神病 那什么呀 大夏龙雀 乃人间神明 需要以人间神父 女娲后人血迹 风可开封 所以你才说 要要我的命 然也 该说的 我都说了 至于怎么选择 就看你自己了 刚刚前面究竟是何人 天机馆 八大护法之一 蛇刀人 古乾坤 路漫漫 勤修远系 代掌门 接下来的路 就要你自己来选了 只要能帮好哥哥打败神徒也 我愿意用自己 血迹大夏龙雀 不行 你想都别想 为什么不行啊 你可以牺牲自己 我也可以 没有那把刀 我正要杀了神徒也 星云 当初把你从冯家村带出来 我自然是要护你周全 此事以后不要再提了 好 但是 没什么可适的 你别忘了 轩元老太君还等着我们去救呢 没有什么再说一次 周人 小刀好歹也是你那一条狗啊 你也可能为小刀做主啊 在何处被打 诚信 太秦宫外 诚信 太秦宫外 莫非 他一直躲在太秦宫里 要不 我带人去把他抓回来 不 你们不是他的对手 好好看家 就让我 去亲自会一会 这个老对手吧 老人家 生命里挺猫是吧 来 喝点水 哎哟 不好意思 撒了 喝吧你 赶紧喝 老不死 加入热播短剧圈子 即刻获得更多更快的更新 日更新高达10到30部最新一首高清短剧 支持关键字搜剧 找剧更快解 喜欢追剧的剧友们不要错过 微信 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加入短剧圈子 东西 不得好死 老不死的你找死 不守 以后他把的又是你 承煞 你如此作和 今日我不杀你 老天爷不会放过你 我们也有我不有天 给我杀 虽然我 不得了 哎哟 怎么 师弟 我险些就中了你的调虎离山之计 凡修 还带老太君走 那你呢 快走 有虫小记 依我之间 必须做一个了断 浩哥哥 来得刚好 那我就送你们一起上路 小语 你来干什么 你快走啊 我永远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 你这种运气 可以去把你体备尖闹 好 死到临头 还少花样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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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他 累着你 你怎么这么少 你 你 我不敢试 不 不 啊 啊 是他预料吧 哥哥 小燕 好哥哥 你好厉害 小燕 我不需停止 好哥哥 别担心我 好哥哥 别担心我 我们终究还会再见 不 小燕 小燕 英昊你怎么又断更了 哎呀我最近太忙了 这样我回去抓紧时间把它收尾 英昊我问你个问题啊 这书里的故事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真亦为假假亦为真 加入热播短剧圈子 即可获得更多更快的更新 日更新高达10到30部最新一首高清短剧 支持关键字搜剧 找剧更快解 喜欢追剧的剧友们不要错过 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加入短剧圈子 终于练成玄冥场了 英昊我来了 只能打开 我让你这些人 我让你打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